休息1.0 準備好洋蔥皮之後 可以將它放進普通的魚湯袋裏 最主要是令到十分煮蓋的洋蔥皮生液 不會浮出來 而影響我們做操作 放進去後 如果想有最美的顏色 建議可以有一定溫度 60度以上去到100度以下都可以的 这个就不是饮食节目 煮的都不是洋葱汤 而是天然的颜料 放入鱼汤袋里面的材料 其实是回收回来的厨余 用水浸过煮出色素 变成天然染料用来做扎染 我们现在所着的三副 都是一般用化工染料的 它们都是来自石油 或者焦油提炼的副产品 不论它们有重金属的含量 或者各样的毒素 其实对于环境都有破坏 尤其是当我们流入了水之后 所以你说 究竟我生活上有什么不同的方法 可以更加环保 我们就选择了竟厨余燃料 可否作为我们现在化工染料的替代方案 通常我们用于厨余燃料的厨余 多数都会是餐厅厨房所准备的菜头菜味 或者可能有一些受虫咬而没办法上到 餐碟上的菜 例如我们的黄色就会是有咖喱汁 会有洋葱皮 中药的枝子渣或者金盏花渣去组成 去到紫色的话就会例如一些糖水煲的 紫薯皮或者紫椰菜 粉红色的就是可以由牛油果的滑 或者是红菜头的叶鱼皮 它有几种不同的制作方法 有一种热处理最简单就是加热去抽取色素就可以了 有一些就需要用到发酵的方式 比如绿色用菠菜叶去做 它是需要再加入到豆渣去帮手发酵 它们收集的厨鱼主要来自食品供应商 超级市场和酒店 每个月处理的厨鱼量超过一吨 这些天然染料除了染布製品来卖 大多都用来开体验工作坊 厨鱼用来造成染料之后 依然会剩下10%到20%的食物残渣 它们就给本地农场做肥料 还自己开了快田 种植传统蓝染用的原材料 既然大家在验识上都特别喜好蓝色的时候 不如这个蓝色它本身有一些叫蓝草的植物去制作 不如我们尝试一下用我们的厨鱼去做肥料 再重新种植蓝色的植物 我们想建立的就是有一个好像是内循环 一个本地的生产链去做 确保一下究竟有没有一些东西 是可以完全100%密入香港 由香港本地去制造去使用呢 其实制蓝的过程 它不需要用到什么特别的电力 所以它更加不会在任何的石油的副产品上 会增加它的碳足跡 变成了它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染料 得到什么效果 感谢观看